在这个video里面我会讲相机最基本的三个setting Aperture Shutter Speed还有ISO 我相信对摄影有一点兴趣的人一定都听过这三个东西 它们是你用相机来拍照最基本的setting 也就是讲只要你会这三个东西 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的决定你照片会长什么样子 当然如果你只是用Auto Mode来拍照的话 相机就会自己帮你决定这三个setting了 你就不用去学咯 不过相机帮你决定的setting 拍出来的照片不一定是你想要的样子 所以我接下来会讲这样子调整这三个setting 来Fully Manual的拍一张照片 完完全全自己决定照片长什么样子 我先来讲一下基本上一架相机是怎样拍照 我会尽量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光线穿过镜头打在相机的Image Sensor上面 然后这个Sensor就会把这些光线 Safe成Digital Format 就是我们平时照片的JPEG这样子 我要讲的第一个setting是Aperture 它是一个在镜头里面可以变大变小的一个洞 它就是在这个拍照的过程里面 通过改变它自己的大小 来决定照片长什么样子 像是很多人喜欢拍Bokeh的照片啦 就是前面一个东西Focus 然后背景是萌萌的 那样子的话就是用大光圈来拍到的照片 我这边讲这个Bokeh的照片 你们不要把它跟电话的Portrait Mode的照片 confuse了 电话的Portrait Mode 它那个背景萌萌的效果 是用Software做出来的 真正在相机是不可以这样子的啦 就是一定要有大光圈的镜头 才可以拍到有Bokeh效果的照片 你在手机的广告里面看到那种些 F1.8R这种号码 这个F1.8就代表它的光圈有几大 F后面的号码越小 代表光圈越大 光圈越大的话 Bokeh效果就会越明显 像是我用我这颗34mm F1.4来拍照 开F1.4跟开F14来拍照 F1.4的Bokeh效果会明显的多过F14 消光圈的话就是给整张照片都看起来比较清楚 就是比较适合用在拍风景照 所以你在调整相机光圈的时候需要根据看你要拍的照片类型是什么样子 下一个setting就是shutter speed 简单来讲它就是你相机会花多少时间来收集这一张照片的光线 也就是讲你shutter speed如果放一秒的话 相机就会把它在这一秒里面收集到全部光线合成一张照片 当然一秒里面可以发生很多事情 像是你手握着相机时候的晃动 或者里面有人走来走去 这一些全部都会被拍成一张照片 然后如果你手握着相机的晃动也被拍下来 那样子整张照片就都是萌的 所以通常会把shutter speed尽量放短一点 不要让手握着相机的晃动也被拍下来 除非你是要拍有motion blur的照片 那样子你就会需要把shutter speed放长一点 motion blur就是讲把照片里面有移动的部分也拍下来 像是我转coin的这两张照片 比较快的11250秒 就是拍到一个没有动的coin 这样子就是没有motion blur 因为我用的是比较快的shutter speed 比较慢的160秒 就会把coin转动的motion blur也拍下来 这样子就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这个其实跟手机里面的流光快门的模式是一样的 它就是用一个很长的shutter speed 来把这些光线的motion blur都拍下来 不过你要拍这类型的照片的话 一定要把相机放在tripod上面 来避免拍到相机的晃动 最后一个setting就是ISO 它是相机的sensor 对光的敏感度 它唯一的效果就只是控制照片的亮度罢了 我刚刚讲过那两个setting 它们也是会影响照片的亮度 像是比较大的光圈 照片就会比较亮 还有比较长的shutter speed 照片也会比较亮 这个ISO的话就是在你 调好你要的光圈 还有shutter speed 过后 如果照片还是不够亮 你就把ISO调稿 来给照片够亮 不过ISO也是唯一一个 会给照片有副作用的setting 你把ISO拉高的话 它会降低整体上照片的光级 简单来讲就是很多人平常会讲照片里面有很多噪点 这些噪点就是因为你把ISO拉到太高 它就会出来 这些噪点你用越高的ISO的时候就会越多 所以通常会把ISO尽量放低一点 来给照片整体的quality比较好 OK所以这三个setting就这样子 你调光圈来决定看照片有没有bokeh的效果 你调shutter speed来看照片里面要不要有motion blur 然后你调ISO来决定照片的亮度 就是这样简单的 调这三个setting你就可以决定整张照片会长什么样子 不过如果你是用手机的话 你要看你手机app可不可以给你做manual的setting 就算可以你最多也可以调shutter speed还有ISO 因为手机的camera它的光圈是不可以变的 OK这个video就到这边 希望这个video可以帮助到你们更加了解 这三个setting是怎样用的 不过当然如果你要比较熟练的知道 什么场景要用怎样的setting 你就需要多用manual mode来拍照 这样子你才会比较熟悉啦 如果你喜欢这个video的话 可以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our channel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